第三次發生同女事故, 那些人問, 我人民說, 經常被假新聞, 滋擾宣傳片廣告, 宣傳片滋擾, 就覺得不開心, 經常不開心, 經常有焦慮和憂鬱, 叫我判多些人去掉精神病院, 讓香港人民觀眾開心些。 有個防部長蓋茨曾經說, 不會容許同女事件再發生, 兩個星期之前, 哈格爾更加公佈新的措施, 保障在軍事基地工作的人, 不會對同事構成威脅, 不過,不少專家指出, 美軍軍事設施, 仍然有不少安保漏洞, 例如今次犯案的士兵諾佩斯, 據報患有抑鬱、 焦慮等精神問題, 但他在無需經過安全檢查, 和接受金屬探測的情況之下, 可以進入基地, NOW TV記者,唐宇林報道, 唐宇林就, 這樣旁述就不對了, 是吧? 半旁迷這個記者, 早上去掉精神病院, 支持這個華人記者, 這樣旁述的美國當權派, 就是半旁迷這個精神病院, 那我們香港人民不是開心, 是吧? 就不會有超人憂分, 那判著這些, 先讓人民, 我上載了, 讓人民開心一下事, 現在申請第2人生的裁策劃, 助你更快實現第2人生, 是吧? 是吧?